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烟大家都好好奇 那现在总统府呢 说他们的初步调查之后 发现总统没有买 总统府的人也没有买 国安会也没有买 全部都是那些国安人员 他们自己买的 总统府赶快跳出来说 总统府没有人买烟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带您来看到 那思烟案还有哪一些 其他的一个讯息呢 大家也很好奇说 那到底是怎么个买法 华航大开方便之门 当然也是想要跟这些 国安局人员套点关系嘛 所以呢我们来看 他就让他很简单买 据说呢 这个团购发起者 揪团那位 国安的少校吴宗宪 他很容易买 他只要登记登记 说你几条 他几条 他又几条 通通登记了之后 说好啊 这个九千多条嘛 所以呢他就打一通电话 给华航 说我要九千条 然后呢就搞定 甚至呢 华航为了让这些 总统专机里头的VVIP 大家都可以买得很开心 所以呢甚至还开发了一个 订货的APP 很不可思议哦 所以呢这回华航 他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那再来呢 我们就带您看 这个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每个周末上演 延烧第八周 香港的网友呢 今天在台湾的报纸 刊登了半版广告 说香港的事情 到台湾来刊广告干嘛呀 那他的主题是这样写的 他说 谢谢台湾的支持 然后呢主张要保卫台湾 要重夺香港 把这个香港给救回来 他说呢 呼吁台湾人 不要相信中国的任何承诺 也希望呢 香港人他们以死相搏 在争取他们的自由民主的同时 希望台湾人要支持他们 也要台湾好好保卫我们的国家 好那么再来 我们就要带您看 这个好伤心哦 这是叙利亚的内战 惨绝人寰 那最近有一小段影片 一张照片 让大家看了好心疼 就是呢 这个民宅因为战火摧残 然后完全就是断源残壁 然后一家人从五楼 整个房子垮 所以大家通通被埋在 那个瓦礼堆当中 然后你就看到了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好小 然后她整个人半身 被卡在那个瓦礼当中 但是呢 她有一个小妹妹 是一个baby而已 小婴儿 然后她五岁 她整个人都卡住了 她还用手紧紧的抓住 他们家baby的小婴儿 结果最后呢 这个要救自己妹妹的 五岁的小女孩 被送到医院之后 还是不幸的丧生 那这又是一个 人间的悲剧了 内战 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另外我们还能看到了 在台湾 这个政治话题 还是大家比较关注 我们就看韩国瑜市长 日前呢 他要视察登革热的疫情 突然间就爬树了 爬树真的蛮令人震撼的 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讲了 他说他觉得没有用对方法 应该要用对方法 比你那个到处去爬爬 照要来得好 又爬树的 他觉得应该有更对的办法 那么另外呢 也要带您看到了 那有一个里长就跳出来 讲说 哎呀我们这淹大水啊 怎样怎样 那样那样 然后市长没来管 市长去爬那边的树 没来爬我们家的树 结果呢 这个韩市长就讲说 其实这里地方淹水 没有那么严重 要这个里长 不要自己畅衰哦 然后这个里长就很不服气 他说我们很淹水很严重 你怎么都没有看清楚 你是眼睛怎么了吗 叉叉圈圈了吗 你眼睛业脏重吗 就不知道了 好了那到底 这个高雄的淹水状况怎么样 那可能只有高雄在地在灾 不过呢 我们带您看又发生状况 也在高雄 这是高雄的燕潮 昨天下午三点多周 整个这个自来水管炸开 路面呢也炸开 炸出了一个深1.5公尺 宽4公尺的大洞 而且呢 这个马路当场变成了小河 还喷出了像喷泉一样的大水 燕潮牧场路 马路中间突然裂开了一条缝 所以从缝隙中涌出 马路顿时变成了河流 路面越裂越大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当时有辆银白色自小客车 只差两三秒钟 就要通过这个路口 幸好驾驶及时踩刹车 逃过了一截 而现场被爆水炸出了大洞 深达1.5公尺 宽有4公尺 附近居民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惨况 这条牧场路是燕潮和骑商 往来的重要道路 当时不少车辆要偷袭 驾驶看到马路被炸开 到处都是水 连军用卡车都要回转绕道 但是有辆自小客车驾驶还是硬闯开了过去 而这一起意外都是老旧水管惹的祸 有可能是管线老旧 也有可能是最近因为下雨 这边山区它土石松软 那我们的街头就容易脱落 那也有可能是重车挤压 这原因很多 因为事工造成路幅缩小 还发生了机车和自行车插撞的意外 幸好高中生自行车手伤势不重 自行离开 而这一起自来水管在马路上爆开 对用路人来说防不胜防 自来水公司要怎么检修老旧水管 成了当务之急 三雷圈最具前何山峰高雄报道